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枪枪三远行 扎老师刚从美国回来 我刚从英国回来 这回拉平了 但是他早就从印度来了 咱们欢迎跟印度总理同名的辛格先生 你们是一个印度总理 你们是一家族吗 估计很早以前90 但是后来在印度最新的一个宗教 也就是300多年的历史 西克教 其实习惯上跟我们很一样 但是也是一个彭扎布地区 那个地区最有名就是出美女的地方 是哪 是克什米尔吗 包括克什米尔 就是印度北西 你不是从比哈尔 你的家乡是比哈尔 对我们是印度地带的 但是这个彭扎布那边 就是印度 庞遮谱我们讲的最壮 叫庞遮谱 就是过去中国嘛 你看过那个宝头的这些 不好意思 很多中国人叫阿珊这些 红头阿珊 因为他头上带着那个 都是那个西克人壮壮的 然后薄头的 长得最最厉害 好像是出那个soldier 是战士 对对对 那种兜啊 在纽约市里边开车的 有得有三分之一的 都是彭扎布来的 只要我一个每次在纽约做 就出自说跟他们一聊天 都是彭扎布 因为他老乡带老乡 美国两个州的这个州长 也是彭扎布这个坏 你的意思是你也从那来的 是吗 我是来自这个佛家 这个沙盖摩尼的老乡 就是在比哈尔 就是沙盖摩尼得到这个职会 佛提格亚书 这个不知道文涛老师去过没有 我们的一位嘉宾梁文道先生 他是信这个南传佛教 他曾经去那里拜忘过 印度很多宗教就是那个地方 就是修行的 释迦摩尼的老乡 对对吧 跟这个印度总理性格也很近 而且释迦摩尼当时也是一个沙地利 他不是不乐门 对对对 印度不是四大种姓吗 对他刚才给我介绍 他们是武士阶层 就是第二就是国王的 刹地利 就是在印度当时同志阶级 就是这个 包括现在军队里面都是我这个种姓 反正把自己说的很大 但是确实是有出息 人家是印度80后 而且在咱们中国 现在已经拿到博士后了 博士博士 他在教书 我认识他还真的有好几年了 因为我这几年工作的 纽约这个大学 正好是做印度中国美国三方合作研究的 我们有好多这些论坛什么的 就前两年中印论坛上老碰见他 我就注意他怎么这中文讲的这么好 是在北大面的博士 赵老师也帮助了很多印度人 中国人这个距离拿进来 赵老师 虽然他在纽约 但是呢 他通过这个随属交流 把很多这个 包括左派的知识分子 都都 印度进出左派 就是我见到好多毛分子 对对 印度对今天的中国 我们一直说这个心情很复杂 你了解到什么 其实文涛老师经理提到了 我是80号 如果提到80号的话 对这个中国特别好气 也就是充满就是感兴趣的 我认识的所有的印度年轻人 很羡慕我 第一 也特别想过来中国实习 也跟中国人交集个朋友 因为他们比如说这2000年到现在 对美国的有些政策 因为印度人特别比较政治化的一个民族 爱聊政治 爱聊政治 跟北京出租车实习一样 包括所有的我们学校里面 我是尼赫鲁大学毕业的 所有的墙上都觉得帝国追 尼赫鲁大学 对对对 他们就是有些一个左派的一个就是 天堂 然后那里面就是 老搞有些中国的研究 就是整个印度最好的中国研究 但是为什么印度的这个媒体和报纸上 我们经常见到好像把中国当成一个 假想敌吗 感觉就是哎呀中国威胁我们 或者中国怎么不靠谱 这种 是不是还是跟那个边境62年的边境战争 留下的记忆有关系 张老师这些记者都是非常年轻的记者 虽然他们他们不是80后的 他们现在90后 他们应该是70后 哈哈哈 他们正好差在这一块 也就是他们也也比较有这个 他们上上学的时候 记忆比较比较新 然后呢 大部分主持人我觉得因为主持人你英文必须好 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印度有他的印度的英文 但是呢做一个国际频道的一个主持人 你英文必须表准 我分析的大部分主持人都是从英国毕业的 哦 那么在英国和这个美国对这个中英关系的分析 我是非常不接受的 我我人生最满意的这到目前这个年龄 就是我到中国来读书 千码我知道了自己中国和印度怎么样 你只要去英国流水 去美国流水 然后了解中英关系 我觉得很可怕 所有的问题 从这个地方出发就可以理解 哎 这是说的听明白 爱听了 哎 就是说他你你高兴你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去英国留学当年 你可能你你对中国的想象和你今天实际上到了中国几年之后 会差距很大是吗 是这意思对对 那你觉得因为我听他讲过一些故事 就是说那些没有来过 从来没有来过中国的印度人 比如你们老乡那些笔号老乡 他们说起中国来我听的都像天方夜谭 就像就是中国人好像还没饭吃的那感觉是不是 这应该说是很恐怖的一个地方 奥运以前的事情 就是只有达到了奥运 印度媒体花了点钱 也派了几个记者 而且印度历史上第一次拿到了一个个人的这个锦牌 在我们北京奥运会上 就是那个实际的 实际的 而且也是抢了一个中国朋友的 同时我也很高兴也很难过 中国就少了一个就本来那么多又少了一个 为你终于也好嘛 我们冠军向来可以让 很多人给我发短信 说高兴先生祝贺你祖国 拿到了历史上第一个这个锦牌 那么当时这些这个媒体 就对中国这个北京的介绍非常全面 那这没有什么偏见了 你看到什么 你组织镜头拍到了什么 这个08年这个奥运会 我觉得就把这印度醒过来了 他对这个整个中国的这个现在的情况 可能有一个性的看法了 特别是年轻人 因为看这个英文频道还是比较有文化的人 比较有数字 但是会你知道这个嫉妒这个词吗 Jalice Jalice 为什么 但我觉得是不是中国人也有一些偏见 就有些中国的媒体也会认为呢 说印度是不是嫉妒中国这几年的高速发展 我是这样解释文涛老师 我怎么理解这个嫉妒 的确我 我经常在北大 在这个北京也有我的各种各样的经验 我这个地方也不相信说了 就是我这样分析 咱们两个国家 虽然我们认为国力比较强 但是这个老百姓平民 包括学校里面的这个生活质量 挺第三世界的标准 对 包括也不是 那么我个人的出发点就是 很多印度青年人和很多中国青年 都会记着 追出这个忌讳的这个事情非常多 比如说美国一年也就发几个将说禁 或者被印度人抢 或者被中国人抢 包括这个大学里面当老师 那么这个中国同学也想 回来 不回来 留在美国 那么当一个老师 印度人在美国大学好厉害 很厉害 怎么讲 在人文和科学都很厉害 感觉在西方大学里 读书最好的就是中国和印度 对 文化老师也是这样 不是 而且文科因为印度的学者 英文特别好 他们天然的嘛 去的都是精英 印度的精英 就真的是风头特别 印度这个尼赫鲁时代开始 尼赫鲁时代 对 他就是把教育开放的 他当时自己把请了 这个论敦经济学院的这个专家 包括美国的Friedman 这个自由主义派 来印度给计划部做顾问 所以他这个经济 这一套 搞得非常 就是科学化 非常就是 从来这方面没有封闭的 比如说中国比如说 30年对外没有交流 那这30年 印度已经有了一套经营 就是现在白斯科罗或者华旗的总裁 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些印度的这个管理者名人 都是很早就是印度理工学院毕业的 而且印度我刚才提到了这个理工学院 这个东西是MIT就是那个MIT 英文一样的课程一套 因为当时那个后来这个肯内迪他对这个印度有一种感情 他特别喜欢你 肯尼迪 对肯尼迪总统 为什么长得有点像吗 肯尼迪人的眼睛有点像他这个 不是我这样 他当时玩一个一个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 谁走得快谁走得好 他当时对中国也有很好的一个看法 那么他才你看 就世界上我们如果要 不是他当时跟俄罗斯的一个冷战嘛 他说我们看到底谁是胜利者 中国走了俄罗斯这一岛 就是社会主义 印度很可能不一定是 我们当时印度认为是半社会主义半资本主义 因为我们教育和很多事情都是国家保证的 有时候从来我们不交任何学费的 所以这个教育质量不行了 这是另外一个方面 你不交钱 你不交钱没有人来管你 这个老师给你讲课了没有 所以现在所有的经营来自这个私立的学校 整个姓德里所有的很多领导 自己办了一个高级的这个托威所也好 这个中学也好 你进去都进不去那个类似冷大附众 冷大附众你要进去不可能的 一定要叫这个部长 中央部长 但这种学校是要收钱的 非常 就是中产阶级养不弃的这个孩子这个学费 这是贵族学校吗 谁有大使馆的大使的孩子 或者什么 所以这个学校 差地利的孩子才能上市 对 高兴 我觉得 他的中文名字叫高兴 他叫Binnaut 他自己起了一个名字 Binnaut Sin 是吧 但是他的中文的名字叫高兴 就高高兴兴的 你叫高兴 这是人家中文名字 真不错 我去印度感觉也是流连忘返 但是我当时留下几个印象 印度的太阳还真的不一样 不是咱们嘉老师我跟你讲 咱们过去有句话 是说这个崇洋媚外的人 说什么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 对吧 咱不包含这个骑士 但是我自己亲身的感受 欧洲的月亮确实比中国明 就说月不是故乡明 月是欧洲明 因为人家空气好一些 而且我见过的最大个儿的月亮 确实是在欧洲见到的 你看咱们的月亮一般这么大个儿 我有一次在荷兰见到这么大个儿的一个月亮 我弄不清 但是我就想起印度 特别南亚地方的气候啊 印度的那个西洋啊 就是印度的太阳有点偏紫 你觉不觉得 我觉得是 而且关于这个太阳 我得说这个我真的是 我觉得见的最美的日出 还真的是在太极陵 但你们说太极陵你必须要早去 我们就是半黑着就去了 就在那等日出太美了 因为完全是白的素白的 然后一个紫的太阳你想 不是他太阳投在素白的太极陵上面 呈现的是七彩 弥虹啊 所以你就讲到我的第二个观感 就是我的第二个观感 就是在印度 我当时感觉 这个国家啊 最圣洁的地方啊 都是死人的地方 就是皇帝的那个皇陵啊 我在印度看了几个陵啊 我就觉得啊 他们古代啊 就是最辉煌的 你像中国按说皇帝啊 也有这个大建陵墓 但是中国的陵墓 你注意到没有 它藏在地下的 再怎么 它埋在地下的 印度是在地上 建起这个辉煌啊 那个印度的那个 包括太极陵算是顶峰了 对吧 但是还有很多 那个真叫辉煌壮阔啊 而且那个维护的特别的好 一进去啊 哎呦我觉得那个那个花园啊 那个绿树啊 一直走到这个古代皇帝的这个陵墓 但是呢就是墙外头 OK 这里有一个文化的因素 就是印度人这个传统文化里面 不管我高兴这个人 现在就是有多臭名 有多坏 只要我人这个 比如说没有了 走了 所有的这个人都 不会说我的坏话 也就是我对我一个 私人以后有一个 特别的一个尊敬 我是说一个普通人 如果那么说名人的话 比如说干地那个 那个走心的时候 全世界的领导出了一碗 哎呀 从那个天上派的话 就BBC不知道 到底有人上人海有多少人 全印度可以说跟着他了 也就是送别一个领导 包括包括后面的这个领导 包括干地这个富人 包括现在这个印度嘛 就觉得有人走了 他对所有的这个在社做的事情 不会重新做评价 哦他是有这么一种死亡观念 就是人一死就 所以比如说很多领导 当那个总理嘛 比如说干地家族 那么他只要他们比如说又撤了 那么下一个当就是他们的 就是同情票 所有的这个印度能投票的人 盲目着就什么都不考虑 那他做过什么干地富人 去过那个建庙里面 打过军队还是什么 两年没有民主这个经济状态 什么都一改不考虑 人家走了牺牲了 就全部整个老老老百百姓妈妈 就是多多多就是一句话 这是一个一个崇拜 对这个走过的人 很感情化的一个民族 就是文化民族 但是你说同样啊 你我就说你看我去英国啊 我也感觉到啊 他就是说 我不知道跟印度 是不是同一种观念 但是你看英国就是 他们说跟中国 一个特别不同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这个连续性 连续性什么叫连续性 就说这个王室这么多年来 我也是想到啊 你到很多地方看 历史上他也有暴君 对吧 也有各种各样好皇帝 坏皇帝或者干的好事 灌的坏事 但是呢他一死啊 或者他现在就都是历史的一部分 在英国是流传有序 而且呢这个正不会把你的雕像 推倒在地 对吧也不会说对你这个人 改观论定 你都变成这个英国王室历史的一部分 你的画像放在国家博物馆里 你的雕像放在和仍然放在广场上 他也是一种连续性 嗯但是这个我估计跟印度的这个 骨子里的还是不太一样的 嗯也许 这还有那个日本的也是这样啊 嗯一直到一直到现在是同一个天皇 就是这个天皇这条线没断 这对他们是特别重要的 而且呢他讲到这个我刚才跟他聊啊 我还有发现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 咱们说什么男女平等嘛 哎人心格就说呢 说你看印度巴基斯坦都有女女总理啊 是吗 哎这但是我们印象当中 你们那个地区很歧视妇女的嘛 就是好像很 但是他你听他讲讲 那怎么回事呢 文桃老师我觉得这个 我就是普遍的一个影响 受到了这个这个印度妇女的这个地位 我在中国经常受到这样的这个欺负 比如说呃比如说他们认为是不是印度呃 男人可以娶四个老婆 因为对这个印度脚 他们根本一个概念都没有 他认为印度嘛 靠近阿拉伯尔这个世界 那穆斯林人可以娶多几个老婆 可以娶四个 包括在印度 印度穆斯林世界排第二 也就是印尼是第一嘛 嗯 然后穆斯林的确就是 现在网上特别流行的一个照片嘛 这世界上最有多老婆的一个是印度人 他可能娶了 没错没错 有个新闻一百多多 太多太多 我看我的站在中间 对没错 我就我都心不舒服 那是印度啊 因为我我这个 一百三十岁 对我也见过这张 网上很有名的一直 我这个北大的这个这个这个朋友 买是生在说算对象嘛 对 他给他妈妈电话上喘了 就是妈妈是我认识了一个好朋友 是个印度人 我想跟他谈恋爱 他就吓死了 印度人不是去四个老婆吗 你是第几个啊 他妈妈比较关心 是不是但是国内也高一个 国外也高一个 我说吓死我了 这样的偏见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简单的说 印度教非常非常严格 就是只有你这个现在的 先有的妻子同意 比如说你没有下一代 没有孩子 然后印度人非常重视下一代 跟中国人一样 而且这个我公开承认就是 有重男情女 没办法 因为这个有儿子 必须有儿子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家庭 比如说 不是很普遍 但是有六个女儿 他再生 印度人生多孩子的目的是 必须有一个儿子 必须有个儿子 就跟中国人一样 这没办法 所以他这样就是 没有计划生 我说没有这个科 所以这个发展 就在这种情况下 只要大老婆同意 生不出来 生不出来 现在这个医学发展 我们很多社会 就是很多人觉得这个社会太可怕了 很多人就是检查这个心 然后检查完以后 有数据报告说 百分之三十这个妇女决定 特别是乡村 特别是那个校镇里面 嗯 首都里面嘛 大家都绝对好了 这个瀑布都工作啊 就就是省一个最多两个孩子 就哪怕都是女儿 也不再生了 不再不再 因为这个 你现在说的是农村也这样吗 印度百分之七十人在那个乡村 百分之七十多 这个这个城里的人 因为你们已经马上就要赶上人口 马上就要赶上中国 很快 对对很快 所以你们现在要计划生意了吧 第一大国 但是有好处就是他们都年轻 就是也不算有国家的压力 就是叫人口红利嘛 也就是现在二十五左右的整个 Average有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人 非常年轻 所以有经济学家分析中英这个比较的话 笑到最后的是印度 这是因为人口红利 你刚才说的激动嘛 就是一个是在那个 真正的一个竞争 健康性的竞争 就是知识分子里面也好 包括从那个 我们第一代领导开始 尼赫鲁自己认为 他是代表第三世界 那很多比如说这个 印度支援问题 这个其他的问题 因为他这个 英国长大流水 他跟这个西方世界这个关系 非常好 那么中国你也知道 当时中美关系怎么进行态 所以呢 当时中英之间 这个1955年开始 有一点 个人之间 这个领导之间 有点开始一个距离了 如果当时就是 这两个领导好好做出来 这样的一个摊盘的话 我们就没有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了 你认为是两个领导 都高兴了 你认为两个领导 个人之间闹了矛盾 因为这两个国家历来天造地设 都在一起一块贴纸了 你没法你再去你看唐僧取经这个 他怎么过去的 有多少和尚过来留在中国 但是还没有解释 为什么134个老婆呢 那个人是那老头怎么回事呢 他们是这样说了一个自己 因为印度国家 它没有宗教 它是一个实俗化的一个国家 它先发说 印度是一个实俗化的国家 没有国家 古代我们有过国家 佛教也一次当过 阿异王的时候 阿异王 但是现在因为印度 我们印度教的 我们属于 主要我们说多数 那么这个制政派 党派 竟然给少数派的这个总教 多照顾 比如说现在总理 我个人理解 当什么一个甘迪夫人委托他 不是你聊的远了 为什么有134个老婆 我是说 国家宪法允许 这些少数民族 就是这些个教的人 他们比如说 只要前妻子同意 再取一个 再他同意再取一个 他没有第一个同意 还是第一个同意第二个的 第二个同意第三个 就是这样的 他是这样搞的 他给国家 给政府当地派 就是说也有一个说明 不能直接取 第132个 对 同意第133个 对 而且印度妇女 他没有独立性 比如说前面的乡走去哪 娘家不要他 对 最关键是 现在中国和印度差别吗 就是很多人说 你们印度太幸福 就是没有什么 这个离婚率 还是什么什么 人家就不理解 现在就是中国 就是 离婚了的老婆 你们在那就是说 离婚了的女人 还是无路可走的 没人要 他马上身败名裂 我觉得 没有男人再会碰他了 是这意思吗 百分之九十九是这样的情况 哦 也就是社会这个态度不好 你觉得就没什么事 但是呢 社会看不清 你觉得这个人有问题 就当地134个吧 就是你走路不旁边了 你你你你你你过后 你在家里安静 你也别公布了 你可以说假话呢 我老公在梦迈拍纪录片啊 在出国啊 工作在新加坡什么什么 我我认识这样的很多教授 什么什么 就还不敢说他 社会上就是觉得是 不健康的一个一个一个人 不健康 肯定有问题 就连你们80后的也是这样的 看法是吗 我觉得大部分人是这样的 所以很多人从国外回国结婚 因为怕国外结婚很容易可以分手 没错 我我把最单纯这个就是 国外结婚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跨过交流 但是呢 最不愉快就是很少 很简单 出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没有人可以代表摊盘 在这印度的话 你出事把两家人都请过来 不会就是没有什么天下大事 你要离婚 就是无论如何 你们就不能离 两家老人就让你们再 最比如说夫妮最多 所以他就是他们的居委会 所以他要找一个中国女孩结婚 这样离婚没有什么主力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 哎呦 我比较 我觉得他们传统 好好好 祝你们北京